在女兒的陪同下出席香港單親協會舉辦的 沿途有利分享會 和在場人士分享作為過來人的心路歷程 會上他提到香港是一個有愛心的社會 單親人士在需要幫忙的時候 應該主動尋求協助 我覺得有些人家人多些 家人幫你 譬如婆婆 有些是鄰居 如果家人沒有住得遠 遠親不如近來 有些是社區 譬如找到單親協會 我覺得我們要幫助 要人幫助的時候要發聲 不要躲在家裡 找人幫 肯定有人幫你 其實香港是一個有愛心的社會 隔壁鄰居怎麼幫你看看兒童哥 其餘就是自強不惜學習 增加自己的自信 作為單親子女 葉榮欣說 做子女的應該更加體諒父母 當然要更加支持父母 知道父就是我 那就要親媽媽 而且她上班辛苦 她就全都填了 即是她上班辛苦 自己要更加自強 更加做好自己的本分 被問到未來有什麼計劃 榮欣希望可以入讀大學報答媽媽 她很喜歡大學 喜歡回到校園 最令到媽媽開心的事 進大學繼續讀書 繼續堅守 她是不是自己最想的 都是的 都是這樣 我們其實都很相似 圍存了其中一些理想 分享會上 無論唱歌 或玩遊戲 葉劉淑儀和女兒都玩得非常投入 樹仁大學記者吳鰻魚報導